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西米,你们的米教授 今天就是主要想跟大家聊一下关于这个黑眼圈还有这个睡眠问题 我今天就是纯素颜,因为我昨天晚上通宵跟我的闺蜜们聊了一晚上 听到女孩子们待在一起就是巴拉巴拉的,就那么停不下来,完全停不下来 尤其是那种会之音的时候停不下来的 话一说就是闻思泉涌,知道不 然后就一直到现在才起床,现在是一个完全素颜的状态 好好地探讨一下这个关于睡眠还有黑眼圈的问题 首先我们睡眠第一天的起来,你知道就是很困,整个人也没有精气神 我一般的就会搞一个这个,短暗面膜 这个我给你们之前分享过的,这面膜就是敷在上特别凉,特别特别凉 先揪一遍给你们看看,就是这样只需要敷60秒,连脸都不用洗 我反正是没洗脸,我早上起来 这个连脸都不用洗,瞬间清醒的感觉,我跟你说 一下子就洗,虽然说它不服贴,但是它凉啊,就好像涂了一脸的风油精在脸上的感觉 特别舒服,敷个60秒就可以摘下来了 整个感觉你这个人呢就特别的清爽,你就特别的清醒,特别的提神 价格也不贵,反正我买下来可能就是个八九十块钱嘛 也有一百多的啊,反正你们自己去挑着看,我用的是这个牛股果的 就他们家这个基础款,你们看我染的这个紫色头发,不要吐槽我好不好 昨天呢有一个人微信上吐槽我说,我越来越不懂你的风格了 不就染了个头发嘛,有必要这样说话嘛,是不是 真的是,60秒应该到了吧,差不多就行了 你这个提神的那个劲儿到了,咱就行了 特别我主要就是,早上特别忙的时候,比如说你起晚了 或者有些学生党啊,五六点起床,起不来床的时候 就服一个这个瞬间清醒,保准你起来的比谁都快啊 四五点才睡的嘛,这夜熬的,这个年龄啊,我这个年龄已经不适合熬夜了,老了 唉,零零后都老了嘛我们 现在都一零后的世界了,唉 好了,差不多了,行了,差不多就这样啊 也不用说给它洗,反正你就觉得脸凉酥酥的,贼酥糊的那种感觉 我这个面膜我服好的时候,你看我这熬了一晚上,我这个黑眼圈啊 就是,嗯,嗯,非常的明显啊 这里我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特别,特别,无敌,无人能敌 就是这个眼膜,国外的人推荐的啊,叫V2 World 这个牌子他们家这个眼膜,贼好用我跟你说 这个眼膜啊,我一般晚上用嘛,嗯,眼睛这个样敷八个小时啊,它都没问题 就可以过夜你知道吧,我现在先敷给你们看一下吧 它是养眼铁,养哦,不是那个养孩子的养,是那个二养化碳的养,知道吧 给你的眼睛周围提供养气的这种感觉 我自己之前用了两盒,就是黑眼圈明显的简单 所以我特别特别爱用这个,最重要是它质地特别好,你知道吧 它是果冻一样的质地,就是敷在你的眼睛上啊,明显就可以感觉到 它在慢慢变薄,我可能接下来的视频全程都要带着眼膜给你们老科 就是果冻的,然后黏糊糊的 我建议你们晚上服啊,我是因为昨天熬夜 然后也没有做护敷啊啥的 所以说现在早上来服,大概 服个八个小时左右吧,七八个小时 嗯,就差不多了,因为以前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眼膜 它有当个黑眼圈的工程,你知道吗 这个我是用了两盒,就感觉黑眼圈明显的简单 就是特别明显的那种感觉,好像是因为熬了一晚上 所以说白天拿出来敷一下 我们也是相机,调节白平衡 这个眼膜我给你们说,它是有四层的 最外面那一层是无纺布,然后这个下面一层是海洋凝胶层 再下面一层是活性的那个精华层 最里面一层呢就是那个助养层 它不是叫什么养贴嘛,就养眼贴 你知道吗,就是充分给你的眼周肌肤补养的 补养,所以说它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修复眼周肌肤效果 反正就是说这么多,你们也可能听不懂 啊,听不懂,但是它就是效果显而易见 反正,但是这个对学生的来说价格可能有点高了 有一点小小资金的话可以卖来试用一下 我是觉得特别好用,我一般就是熬完夜之后的早起 主要的护肤两个产品,我跟大家安利完了之后呢 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彻底根治我们黑眼圈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们说 就是睡眠,你睡不好 啊,你说你,你用再多的东西 你说你,睡觉花钱吗 啊,要钱吗睡觉啊 花你的钱了吗,不都是为了你好吗 你说,非要花这钱 浪费这钱,就不能多睡一会儿吗 说到这里山子一两八糟,昨天四点睡的 唉,因为很多人也失眠嘛 我自己也是个失眠 不到一两点睡不着,所以现在我在调整 我这个时差,一个人养成一个习惯需要21天 维持这个习惯的话,90天 所以说你只要一直90天 连续,早睡早起的话,你成为一个习惯了 你知道吗,就是说你不会说再去晚睡 身体就不习惯了,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 英国的牌子的一个 柱棉喷物,主要成分呢,是薰衣草 怎么使用啊,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呢,喷在你的枕头上面 可以帮助你深度睡眠 像我们有时候都是那种浅度睡眠 其实一个人如果说一天的话,保持三个小时的深度睡眠 身体会变得,强壮 枪壮不坏,呀,健康 所以说对身体是非常好嘛,然后这款的话 我是挺推荐大家的,因为我用了它之后 真的就是睡眠比较好很多 起码我是觉得我自己有深度睡眠了,我有时候睡得不好的时候 我第二天早上起来就是头晕 眼花,腿抽筋 但是呢,我用了这个之后呢,就会没有这种 情况,挺好的,就是睡眠 情况还不错,然后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觉得应该够你们养成 一个习惯,三个月应该够用了 我再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也是跟睡眠有关 是这个薰衣草的足贴 这个是里面还有薰衣草的,你们应该 都用过这个黄色的吧,黄色的 这个就是普通排毒去湿器的啊,就没有 什么特别的功效,但是这个紫色的呢,它里面 是添加了那个薰衣草,这个 疼瓣烟,如此的紫,添加了 薰衣草,可以助眠,薰衣草 还有去痘排毒的效果嘛,所以说这款的话 你再搭配助眠喷雾啊,就是 一起使用,就睡的啊 非常的香,非常的 舒适,今天我们出去本来就是想跟大家 分享一些我觉得关于睡眠和眼圈比较好用的 其实本来就感觉跟这些话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还是想跟大家说,因为可能你经常熬夜 或者经常对着手机很疲劳嘛 就是这个眼妖水 PC的眼妖水,之前去日本玩的时候买的 这个PC眼妖水是专门防蓝光的 蓝光就是手机里面啊,或者电脑里面 辐射出来一种光线,叫HEV的这么一个光线 就是蓝光,蓝光是可以透过精状体 到达我们的视网膜,所以说对我们的眼睛 眼球会有一定的损伤,所以我就推荐你们用这款眼妖水 这个眼妖水呢,它是防蓝光的眼妖水 学生档啊,经常对着电脑的你们可以就是用这个 因为我是一般熬夜嘛 熬夜就是刷微博嘛,玩玩游戏啥的 你们知道的,然后 反正肯定对眼睛有一定的损害啊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会 第一个这个眼妖水,因为晚上滴的话 它是带一点点清凉的效果,所以说可能就有点 突然一下子就睡不着的感觉,你知道 所以说我一般都是早上用它,如果说我熬夜或者 宿醉,我说宿醉没有啊,我不爱喝 就这个人,喝毛糟都醉了的人 是喝不了酒的,就是熬夜啊 通宵啊,比如说就努力学习嘛,这种情况下 第二天我都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今天有给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睡眠 还有黑眼圈,我觉得很好的东西 希望对你们有所帮助,那我们今天 视频就到这里啦,你们还想看什么那种 给我留言好不好,好不好 那就这样吧,我继续去贴眼膜啦,拜拜